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其实这里要说一下伯格吧 伯格他非常认真的去努力的去练这个舞蹈 他那个就是他要追求完美那个劲儿啊 就在这儿我觉得就是零零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就是我觉得伯格这种坚韧的精神真的是真的是值得我们这种后背去学习的 但是伯格以前不是有过大概六七年当舞蹈教练经验吗 对 其实应该也还好 所以底子其实是在那儿的 只是伯格他就一直对自己非常高要求嘛 我说他要追求完美嘛 所以他非常认真的排练 比我们更更可能比我更接 因为我确实因为我要拍可能拍电视剧 然后就来回来回折腾 拍电视剧是因为比较远嘛 所以来回折腾确实时间也不够 所以其实今天舞台我也没有觉得自己表现特别好 对 那你们三个大概是合作多久 比如合作几次以后 绝对能达到一个基本的末期 因为你三人舞嘛 还是要一个平衡啊 一个末期的 对 其实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唱歌跳舞 而且每一位前辈他们都是有舞台经验的人 所以就其实我们在一起一开始合作就蛮合拍的 对 因为刚才就是伯格刚才刚采访完嘛 然后他说之前对黄博老师舞蹈方面不是很了解 然后在你们三个玩 他封黄博为OG大神 舞蹈大神 就觉得他跳舞很厉害 就是你之前因为你们已经跟黄博老师的记录比较多了嘛 对 你以前私下有见识过他舞蹈厉害的这些 对我知道 我知道伯格其实很厉害 我跟伯格还不就特别熟了 就知道 对 因为每次伯格在跳舞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是舞蹈功底是绝对是可以 嗯 那你们以前私下有切瘦后跳舞 有啊有啊有啊 我要学伯格跳那个舞呢 对 就是那个打响指的那个舞 对 下次应该有机会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吧 对 那因为其实你自己也很忙嘛 就像你刚说要忙春晚 要忙拍节目 然后又要忙那个 拍电视剧 对 就是你还吃的香吗 那本子还蛮担心 呃 哎 就是一个选择了 你这么选择了 反正就你先坐着呗 对 你要感 因为有别人 他们不也是休息不了吗 就是 其实导演对我还蛮好的 那天知道我一天没睡觉 一宿没睡觉 他就帮我提前 让我提前放我走了 让我去休息会儿 还蛮感动的 谢谢导演 自己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脑溢结合的方式 就实在自己都受不了的时候 自己会怎么放松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多放松的 我就是一般就是停下来的话 我会去做音乐 停下来你还做音乐 没有时间 不然的话你怎么呢 因为我因为都自己做嘛 自己做编曲 所以还蛮蛮好 编曲这个事太好时间了 对 他因为比如说自己的一套 比如说稍微保养一下 养生一点点的方式 就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 有 最近在尝试着去 去干嘛 去了解 你有了解到什么呢 你 有了解到啥 因为是将要去了解 所以暂时还没有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了 每天晚上 然后敷衡面膜热 你就热水 划脚 我看你之前有个采访 就觉得你还蛮另类的 就保温杯嘛 论子上是什么呢 你保温杯里面放冰水是吗 你之前说的 不是 就一直都放的是冰水 因为冰化得很快嘛 化得快 我在想一个办法 就是买一个最好的保温杯 让那个冰不化掉 因为冰的喝了多爽啊 那种痛快的那种感觉 痛快淋漓的感觉 但是 但是真的 现在这个杯子 有时候就是把里面的咖啡 什么都喝完了 那冰还在 我就可以放入新的咖啡 我觉得太好了 这一位我看了你采访处 然后你粉丝都调侃 你说 以为我们家一新用保温杯之后 开始喝温水 可以照顾好 怎么能不能让里面又放冰水 有没有担心你受凉啊 什么的 对 我最近也在了解这一块 所以我就是 对 马上加上去了解这块 就保温杯里到底应该放冰水 还是放凉水 对 但是你会怎么形容你们这次 这个 这首歌 以及这个舞台 因为刚才就 就他 他说 他会觉得这首歌出来以后 会成为四一代的洗脑神曲 你会怎么形容这首歌 其实我就 大家都已经把这个 就是这个看到了 我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 然后我个人觉得 这首歌 其实他的寓意特别好 因为是最好的舞台嘛 就其实 玻璃慢慢强盛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 是我们最好表演 表现的舞台 所以要大家努力 去让自己更有实力 去学工作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最好的时机 去展现自己 我觉得是 对 也是一个蛮有希望 很好寓意的歌曲 很正能量的歌曲 对 那因为就你 好像你去年上春晚之前嘛 然后你说你很紧张 就在后台 有见到一些喜欢的前辈 就是江坤啊 冯果啊 你都不敢去合照 或者去打招呼 没有 不敢合照是对的 不敢打招呼 不 不敢打招呼 打招呼敢打 老师好 对 但是合照好 对 你不是 我记得之前还说 有没有什么小油 跟江坤什么有过合照 对对对 我小时候见过江坤老师 对 那今年有在后台 就再见到一些 自己喜欢的艺人吗 其实今年的后台 我就是打了招呼 我们的前辈 吴京老师啊 成龙大哥啊 都打招呼了 就是跟他们去拜了个年 对 然后 还有很多就是 还有一些前辈 没见到 对 有什么期待的一些节目 会见到以前的 哇 其实今年的春晚 我蛮期待的 因为大家都说 今天春晚特别好看 对 其实 大家说每年的春晚 都很好看 对 今年会手在电视机 先看吗 就表演完之后 表演完之后 手在电视机 先看 这个问题好犀利哦 我想想 看个重播 重播是可以看 你说让我表演完之后 手在电视机往前看 我说表演完之后 找个电视机 我手在那里看 打开网络直播 就可以第一时间 看自己当晚的舞台表现 那会的 会的 新浪的图片 那是非常快的 对 那那个 因为我看到你去年 有坐在圆桌旁边 然后说自己不敢拍照 就拍了这样一盆花 今年我不会那样了 今年 不不不 大的方方 别别别 今天我希望也有机会可以坐在下面看 但是我觉得 还是不好 别人前辈们都是那么安静坐着 我一个小辈一直拿手机去拍照也不好 而且就各种不好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拍好了 你拍好啥了 在彩排的时候 那个水仙上来之前还没做人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它拍好了 这次合照 这次合照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 可以期待一下 你全方位多角度拍了一盆水仙花 哎 哎呦 可以啊 有点创意好吗 可以的 这个 这个水仙花 它是水仙花 它是春晚的水仙花 这个问题好犀利啊 最好的舞台是个什么样子 我其实觉得每一次去上台表演歌曲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舞台 而且每个人表演的舞台的展现的方式形式不一样 对于这个舞台的定义也不一样 可能有的是在职场 有的是在商场 有的是在网络上 有的会是在真正像现实的这种舞台上 或者竞技场 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一块 展现自己的时候 应该那就是属于那个人最好的舞台吧 那因为好远姐是多年不能就是过节的时候回家陪家人 过节是可以过了 只是说 三十二晚上不能陪家人 对对对对 就可能他们就是比方说回家吃年夜饭 这个可能就比较难 对 你今年比如说这些假期会有什么特色跟家人的一些安排吗 假期就没有 对没有假期 那工作还是得继续 那如果要你现在比如说就回想一下 就记忆深处最深刻的一个一新家过年的一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一新家 你叫我一新家我好亲切啊 好吗 好好好 我家里过年其实就是大家亲朋好友啊 爷爷外公外婆 对不起 外公外婆 对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因为我从小叫我外公叫爷爷 因为我爷爷喜欢男孩 就所以要我叫他爷爷 所以 老改不了 外公外婆和我的爸妈嘛 加上什么书外公啊书外婆啊 各种各样的就是都各种各样的亲戚 都聚在一起 吃饭 打游戏 出去逛 出去玩 出去看电影 各种 然后再 后来可能手碎嘛要 然后晚上不睡觉 当然现在不提倡啊 现在90后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 我即将去了解 反正我知道熬夜是不大好 完了以后 就去跟同学们一起就是唱歌啊 看看电影啊 想象的还蛮开心的 我刚刚那种脑子里转了一些 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一切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对吧 但是随着就是年龄慢慢就是越来越大 然后也跟很多朋友就是分割 就各种各样的地方嘛 就有时候聚的也太很少 还不知道现在的我的朋友们 同学们还都在干什么 但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幸福 然后还是一样好 一切都顺利 其实五哥都当爹了 是吧 我跟你说 真的我跟你说 哎呀 我一最好哥们 我是真的 他一普通人啊 就我一最好哥们啊 那哥们他最近 他生儿子了 他把他儿子抱过来给我的时候 我看了他儿子 哇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 就是我看到他那儿子抱在手上 我真的 我 哎呀 我说 哎呀呀呀 卡人好几步 哎呀呀 我的天哪 我说你这 哎呀你这人生赢家呀 我的天哪 就已经有孩子了 结婚了 他是跟他老婆一起来抱着孩子过来 哎呦 我看 对不起 老实话 就是看到那个孩子 我天呐 哇 这太可爱了 这小孩 哎呦 哎呀 就哪都好 然后看他 哎 这就是我跟我高中同学 初中同学那位 哎 你有儿子了 脑子里的画面 你知道吗 你就 那想 我不是吧 真的 我们 啊 江云星你有一天也会这一步 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是 开心 喜悦 还是恐惧 还是恐慌 还是敬畏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太多未知了对于未来 所以我不知道有一天真的当我真正 因为最近你想 红雷哥不也是就对喜得贵女吗 对吗 所以对千金喜得千金吗 那我知道那个时候在男人帮里面 红雷哥发的那个信息的那个每一段都 还能他多少的那个开心啊 多少那些激动啊 那些在里面 哎呀 有时候想着也是 那天我还没睡 那天我还刚刚睡醒来 刚刚睡醒来的时候 就听到他们那个红雷哥 我们在群里的那个红雷哥说 说他这么开心的事情 哎呦 我觉得感觉 哦哎 真的因为知道我的朋友也生了孩子吗 就我也对未来越来越期待 就是哇 以后我会生一个男孩女孩 对 那其实好像春节不一般 就亲近会就在一起吗 讨论孩子 就是小辈什么的 那其实像你男孩在家 应该不太会被家长催婚吧 哪个女孩会被 教到这件事 其实外婆还蛮想让我赶快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归属的 因为老人家嘛 对 但是 实际上没有碰到就是特别对的人嘛 对 要碰到对的人才可以就是 谈恋爱 然后谈恨恋嫁 对 对 还得 还得想想 但是老人家都希望你赶快 他想抱的是什么 抱虫孙 对 抱虫孙啊什么的 就 哎 我也想 希望有时间 但是 太晚了 时间 对 那你要不要就是身边帮助我们 就有什么大兵 但是你青年这个招 比如说 当面对家长的一些逼婚的时候 你觉得找一什么借口 逃脱会比较好 比较合适 姐 你可能 我觉得你们好像就是90年的 我们以为你们就是90后啊 就 那 那 那也是大兵了呀 也不算那么大吧 就是我觉得还蛮 正当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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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年 就是 如果是逼婚的话 我觉得就吃完年年饭就 该撤就撤吧 哈哈哈哈 这个招怎么样 对 我觉得挺好 对 那我现在如果让你回想一下 17年让你最感到最幸福的一个顺节 或一个画面是什么 17年我最幸福的画面是我的 Ship这张专辑 杨的这张专辑啊 获得了 啊 跟新浪合作了吗 跟新浪合作 以后啊 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然后 让很多人 听到 然后知道了 然后也认可了 说 张一新的音乐的实力 包括也有什么天来之战 里面的一些改编 对 让别人就知道说 张一新原来是个音乐人 可以自己做音乐什么 然后包括偶像丽医生 认识李荣浩老师也是 18年有个星期许吗 18年希望自己 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 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最后给新浪的网友拜个面拜 新浪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狗年行大运 狗年大吉 谢谢大家